问题是我有关于疾背素 或者不正确 问的是不正确的 请注意哦 看学校 他说真菌和植物体内都有分泌 杜伟在研究的史中 其实最早是在 真菌身上发现的 还记得吗 就是跟台湾有关的那个研究 这个土长症 所以一开始发现是真菌分泌的 后来发现植物也会分泌 就发现疾背素是植物和植物 都能分泌的基础 所以他正确打勾勾 好 他可不可以促进单性结果 可以 而且其实是IAA和GA 疾背素跟生长素 都可以刺激单性结果 也就是促进脂肪 开始长大变成果实 就算没有受粉 没有受精 是对的 然后呢 再看猪犬下 他读一张除草剂呢 为什么不行 除草剂是IAA 或者是IAA的拟似剂 24D啦 耐乙酸啦 尤其是24D更明显 他的除草效果更好 因为他对于那个双子叶植物 很敏感的 一作用给他长得很快 长得很快 可是养分又不够 所以他就死掉了 所以除草剂 应该是生长素 尤其是24D 是人造比较常见的除草剂 所以这里答案猪猪错错 所以选错的 问一下这里 那个极倍数作用的是在I总经 你长成高总经之后就没用了 多加没有用 他不会再长 方便抑制 所以他的效果不好 所以这是现象 你要让他长到 长到很快长到死掉 得要用副发D 效果比较好 你用GA喷 他会长 但只要某个程度做就停了 你的效果就有限了 他也不会因为这样的死亡 所以这个 谁可以当数小剂 是实验后的结果 是2%D IA这一类的 即使我分裂出声音量 是实验后的结果